好 感谢我们的群主的邀请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高小平 来自这个领军文化 做教育培训为主 给大家一样 都是PT的家人 然后之前一直做教育培训 在很偶然在这个 18年的6月份 知道PT 当时知道之后就投单了 投了有40万 40万投完之后我就不管 一直在做教育 10月份的时候 温教练让我去参加了 长沙的培训 然后呢 听完之后 也没有太上心 在18年10月份参加完之后 当时就 温教练一天能挣个一万多块钱 他就给我讲 搞总这个事情很好的 很挣钱的 但是我就没有心动 因为培训确实当时也挺忙的 18年这个10月份 然后呢 就 一直忙 忙到这个 18年的年底 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做 我说我都投过了 投过这个40万 当时温教练在取的 木资矿机 我就这个花了10万块钱 买了1000个这个帕子币 我就撑到温教练 这个事就放着就没有管 到这个春 快春节 18年年底 19年年初的时候 温教练到上海去找我 他告诉我咱见个面 他一讲讲这个事 因为我投了之后没有发展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事怎么怎么样 来 最后到了上海 遇见了这个 这个烧风啊啥的 就鼓童 他就给我分享 他说你看我这几个月 怎么怎么怎么分享 这个这个 收益怎么样 当时温教练的收入 一天大概就有30多万吧 我说这个还不错 比我这个讲课挣钱了 因为当时我说 一万多的时候 我不心动 因为我当时 当时我每天收入大概 也在15万到20万左右吧 每天大概进账 而且公司有人嘛 所以说您一天 挣了一两万 肯定不够我开支的 就没有心动 我最后一看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 被动收入啊 一天能挣了三四十万 我感觉可以花点心思 玩一玩 就这么缘分啊 给大家来去 19年的三月份 开始弄 到五月份 上了这个大咖 大神 大家都知道 最后到六月份 就出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的 投了一些 但是给大家讲 为什么会 这个要这么快认可 最后全力不去做了几个月 我不后悔 区块链是一个认知啊 给大家讲一个 我自己的对区块链的一个认知 刚开始 这是PT 大家的给大家经历 在14年的一个朋友 让我这个投了两万块钱 买数多货币 有比特币啊 莱特币啊 狗狗币啊 瑞波币啊 一大堆 反正是在14年 投了两万 当时定投 每样买两千块钱的 买两千 但最后呢 没有守住 14年过了几个月 别人就说 哎呀 这东西骗人的 怎么怎么 我就卖掉了 卖掉了 卖掉之后呢 在17年的时候 在17年年底 或者18年的时候 我知道了 当时的一个损失 最后我都知道 我当时买了两万块钱的东西 的损失多少 我才开始全力以赴 只有了解啊 了解 但是还是了解 其实很多伙伴都会想 你14年 投了两万块钱的东西 到18年 17年的时候 值多少钱啊 不让大家猜啊 买瑞波币 当时两千块钱 买了零点 小数点是七个零嘛 一个七 我买了原始的 买了几千万个吧 反正最后 瑞波涨到这个 这个快四十 大概算一下瑞波币啊 大概就最高峰的 我算一下价就四百个亿 光瑞波币 别说莱特币当时一毛买 买了是两万个 反正是其他币都不用说了 我大概不算一下 最后就算币值在17年 高了一下之后跌下去 都按 不说现在 就前两年最低的时候 就说跌十倍 也价值四十亿到五十亿 没有了 我一八年知道之后 其实是不问自己 我就在思考 我这么辛苦 每天讲课 然后感觉还行 最后发现 你这么努力 挣的钱 还没有前几年 投了两万块钱 如果说不扔掉 那财富 基本上就自由了 对吧 我就突然间想 你这辈子财富 真的是超不会你的认知 这个区块链这句话 我才开始好好学习 来埋着头 来去了解 当然编这边还讲着课 慢慢去弄 通过对plus的了解 到这个认知 19年3月份4月份 去韩国 最后去马来西亚 泰国都去 然后去弄 发现这个真的是 解决应用的问题 确实太好了 它能解决全球的一个支付 当然大家群的都知道 它确实有用 区块链的东西有用 能落地 能解决这个区块链的 包括数多货币的一个痛点 就是买卖交易不方便 或者货币兑换 不是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我就感觉有价值 所以说这个事 我就 我就 比较上心 大概这一年多 快两 一年多了 大概这500多天的日子 都是不是很好过 我投资也不少 投资也不少 我恐慌币又买了很多 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坚信 一直坚信 从一开始官网 很多人都慌了 我还在买恐慌币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还收了很多 他神的恐慌币 然后 这个收了很多 我又把我当时 基金给卖掉 割肉 赔了20% 把我的基金卖掉 卖掉之后 大量的买 比特币 以太坊 当时 瑞博 US 来的币我都买了 恐慌币我收的是可以的 收得不错 所以说 我认为这个事 我认知 相信 因为我当年的 两万块钱的损失 造就了几百亿的损失 之后买了个教训 我就认为 你这辈子的财富 超不过你的认知 成功一定属于少数人的 一定属于少数人的 我没见过排大队成功的 我没见过一个是 就是任何财富 掌握在多数人手中 我认为财富 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当然这个少数人 一定是认知到位 信念到位 各个方面 都是到位的人 所以说 这次脾气从情到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一直坚信 我的选择 我一直坚信我的选择 这中间很多人说怎么样 我的口头禅 就是沉住气 成大气 我认为 他之所以相信 是因为他有价值 有应用的价值 就是巨国链的 最终是被应用的 如果说他没有应用 毫无价值 所以说到今天 大家都明了 通过各个群里信息 大家都知道 PT被 都懂了 被呈央行的国际钱包了 到目前为止 事情的明朗 都应在99%以上 不能说100% 因为还没有开 但是成功 原意相信 应该能否有大的成就 他以自己一相信 二是认知 这个相信 带于你的专业知识 和学习了解 所以说 区块链的知识 包括群里的信息 各个方面 不管是数据方面的 专业方面的 这个消息方面的 我都要学习 包括国家 这个大的层面 在占领方面的 都要学习 对PT的认知 就这样子 那咱们谈一下 这个 DCEP DCEP这个事情 我认为是 大家都懂 国家需要一个 去美元化的一个工具 同时 一带一路的 这个事情 将来要用人民币 你要是美元 你要是美元在中间 隔着 大家都懂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说 国家一定要用 这个DCEP 同时要有个转换的 各个国家的汇率 随时兑换 我认为 这个需要一个工具 大家都知道 洋行国际钱包 就不用说了 那DCEP呢 这个国家数字 人民币要全球化 这是一定的 我们中国 目前的军事 在全球 应该是在前二 前三 但是我们的这个金融 在全世界的认知 应该不会超过 前四到前五 就是我们 我们的金融 金融这方面的地位 还是不够的 所以说国家呢 肯定会把这个 数字人民币 包括人民币 全球化 作为一个重要的 一个立场 重要的立场 这个立场有多重要 我认为我们的 习大大在台上 他在台有两件事 是我认为 他一定要做的 第一 肯定是说服台湾 第二件事呢 在他有生之年 那肯定是希望 人民币 这个这个 全世界统一 像美元一样 成为全球第一 或者第二的一个 这个地位 因为 这像 秦始皇一样 这个车通文 这个书通文 车通鬼一样 这个是 历史来比 秦始皇还要伟大的 这样一个壮举 所以说 人民币全球化 国家领导 包括当下的经济 各个方面 一定是刻不容换的 所以说这个 国家 对这一块的认识 我们首先站到 这个 区块链的一个角度 首先凭 这个趋势要选对 那现在呢 就是 这个领域 国家要发展 比如说一个人 站到风口 猪都能飞上去 所以说 首先我们行业要选对 叫行业不对 什么努力白费 所以行业对了 那在项目 要选对 那国家的项目 国家现在要把 DCB推到全世界 所以说这个 DCB 我们那个 数字人民币 这个事 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同时 数字人民币 要全球化 它需要有工具 所以央行 数字钱包 肯定是 必定 要用的一个工具 没有这个工具 它无法转换 无法支付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必然存在的一个产物 DCB为什么要推广 其实这个推广 可能为什么 国家人民币 为什么要推广 还要给钱 其实 就不给钱 其实老百姓也能用 但是国家要的是 速度和时间 对国家来说 快速的统一 快速的占领市场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我经常说 国家为了八个房子 为了经济建设 为了这个城市 把这个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 大家都知道 这个城市的这个 都市村庄 八房子 大家都懂的 这那么多拆枪户 国家赔了多少 几万个亿吧 几十万个亿都有 几百万个亿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统一 那一个房子 对一个物质经济建设 那放在人民币 全球化 成为全球统一货币 在经济地位低 那我认为 这个价值要大 没法比的 所以国家拿 别说一万个亿 拿十万个亿 能让人民币 全球统一 能让全世界老百姓 全世界的人民 重上人民币 成为像美元 一个地位 我认为十万个亿 一百万个亿 我认为 这个事情都值得去做 因为一旦掌握了 这个货币 发行权 那其实说白了 就掌握了这个世界 那全世界的战争 全世界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由货币决定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 国家愿意掏这个钱 推广 我能可以理解 所以说国家肯定要想 快速地 快速地在别的国家 不知道的情况下 要快速地占领 客户的行政模式 这就是愿意 拿红利 让大家来去做 同时呢 这个为什么要用 央行国际钱包 因为央行国际钱包 有生态 它有几百万会员 在全世界一百多五国家 本身有一定的粉丝量 所以说它要借助这个平台 要快速地发展 可能说 为什么国家不自己创立一个 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自己创立难道 不还是这帮人吗 不还在掏钱 还得养 还得花钱 是现成的几百万人有的 而且这帮人存在了 你只需要把它招安了 对吧 招安了就不开了 然后所有的问题 都是存在的 直接解决 就中国的叫过桥理论 有桥 不需要造桥 套点钱过了 过就可以了 所以说国家 把这个变成央行数的钱包 这个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国家不是不想 亲自重新搞 是因为时间来不及 大家懂得时间来不及 什么时间来不及呢 那个国外的美国的 Facebook 脸书 包括大家都知道 要发现 所以说很多东西 这个不是国家一个人做事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发现 现在真的是时间 时间大于今天 这个金融的战争是无销烟的 是很恐怖的 谁能抢先一步 占领新制模式 谁能抢先一步领先 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所以说国家肯定是 这个时间呢 对中国这个事 要做成个事 钱上我认为不在乎 只要能把事做成 而且悄悄地做成 比特币之所以到现在 这个成为全世界 谁都垄断不了的 就是在民间开始传播 所以说央行数字钱包 一定是这种模式 在全世界有几百万的粉丝 在悄悄地推广 很快一瞬间 我们的第四步 我们的数字人民币 在全世界一定会 一定会到时候 谁都拦不住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的信念 对这个大家群的伙伴 没敢想嘛 就是PT能不能回来 那我的认知是 百分之百能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那看国家的大的行为 也不是我们个人能 一定会回来 第二呢 就是第四步这个事 第四步呢 我认为国家要推 要红利 不拿白不拿 为什么不去弄 我们很多伙伴有关系 有资源 有对接 我们努力个 这个三五个月 半年的 把这一波红利去做了 包括后续给的一些东西 大家都懂的 我就不讲 但是所有群人的伙伴 我认为肯定担心的是 PT能回来了 我就推 不回来了 我就不推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从过了解 这么大的动静 长州会议很多都去了 七八百人都去了 我认为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根据 小蜜蜂不会组织这么大的事情 还有那么多人去跑来跑去 来做铺垫工作 还有就是 如果国家不把这个批凌钱给大家 我相信大家把这笔钱收了不给我们 又让我们去推广 我相信群里的人 包括别的群的人 百分之百都不愿意推广 这是肯定的 如果这个事情他都没想到 我这个事情 如果说一个国家恋爱 这个基本的信用都没有 我认为这个事情太做不成 现成的 所以说总而言之 我是接近 肯定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 PT一定会回来 时间上咱也说不了 看国家的大的形势和状况 国家做的事情一定比老百姓要严谨 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 日子不好过 钱很难 我的日子感觉也不好过 特别以前几年也不好过 但是我认为 一个人首先你要学会忍受 同时你要能沉住气 同时你要站在一定的高度看事情 它有价值 他就能回来 他没价值肯定回不来 还有我们这帮人有没有用 对于国家来说 用不用这帮人 我思考思考来去 国家需要我们这帮人 不是我们需要国家 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国家 但是国家更需要我们这帮 你看 做PT这帮人 观念到位 能力到位 是吧 这个圈的30%左右的精英 都在这个圈 都在这个项目里面 所以说国家不用培养 有上百万的团队 全世界有几百万的 二三百万的团队 而且这帮人 关键到位 能力到位 不用套发工资 不用报销 不用给任何住宅补助 不用打鸡血 不用给养老金 不用给福利 不用给办公室 这帮人干起活 是吧 不要命 没有 没有旧六周日 没有晚上白天 反正就是干 是吧 只要给点 给点红利就OK了 这帮人 国家是希望要的 国家需要这帮人 就像共产党当年打天下 是吧 什么人都用 打天下还是王道 其他的无所谓 那国家要发展 特别这个行业 走在世界的前列 走在中国的前列 和全世界前列 一定是国家会 给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好处 它要发展 一定会让一部分人 扶起来带动 所以说 数字人民币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就数字领域这一块 一定是争先的 我认为 政府 包括都是行业人士 都是专家 这个事情 应该不会让大家来失望 我坚信 在我们英明的党的领导下 我们中国这个领导 班子是很优秀 很成功的 都很睿智的 要做成件事 站在一定高的地位 一定会用这帮人 一定用这帮人 拿下这个天下 我也感觉 我也感觉 我们这群人 还是挺有福的 我说 开玩笑 我说 我没想到 参与一个项目 完一完 竟然给国家 增上关系了 竟然有可能 会让一个时代 能让一个经济 能让全球 一个这么大的事情 包括这一辈子可以吹牛逼 等到老子吹牛逼 我们参与了中国的 速度人民的推广发行 非常伟大 非常有意义 这有的时候 比挣上钱 更有价值 更有荣耀感 我也希望群人的伙伴 我们到时候 PT开了之后 全力以赴 来推广 DEC 一是为自己 第二呢 也为国家 做一份贡献 也作为中国人民 我们也是骄傲的 也是自豪的 我认为这个事情 很有意义 对家族都是荣耀的 也啰啰啰嗦 说那么多 也给群主的邀请 也希望 我们PT开了 我们群内的很多伙伴 我们都相聚在一起 我们到时候喝个酒 吹个牛 我们抱着头 哭一下 哭完再笑 也期待有缘 我们再相会 谢谢大家